一早县长曹启宏在铁盖局南宫处处长彭加德的陪同下 来到改建后的屏东市归来镇 先听取工程简报 接着搭上查道车 准备展开屏东计划西镇县通车的抢先体验之旅 屏东终于有捷运了 难掩兴奋 曹启宏才上车就大喊屏东终于有捷运了 查道车出发缓缓行驶 沿途美丽风光尽收盐力 难得从立体空间看自己家乡的土地 县长说感觉很不一样 而且很漂亮 更不忘在车上拍照楼座纪念 笑到合不拢嘴 一路上县长的情绪就是这么嗨 这也难怪 因为台铁捷运化工程是地方所期待 虽然目前只能平朝高架单线通车 但是所带来的效益可以预期 查道车途经 凌落 西市 竹田等站 县长也一一下站 巡视了解 这一标的团队又跟刚刚归来看了 不一样 这是属于派经来设计 配合高架化 部分车站整建翻新 县长实地走访后肯定宽敞明亮空间 以及无障碍设施的改善 不但可以改变民众对车站老旧阴暗的印象 也可让搭车民众享受到更便利的服务 县长也针对需要加强改善之处 提出不少建议 查道车继续往下走 有趣的是 屏东至桥州铁路虽然高架化 但是与国道三号高架桥有两处交汇 为了配合国道高架桥的高度 不得不降下变成平面铁路 又如云梢飞车般 是另一种沉彻的趣味 最后一站来到台铁捷运化终点站潮州 以大武山意向设计改建的潮州车站 有三岛四月台六古道相当气派 景色也很宜人 潮州站的接近以及大武山一览无遗 抢先体验高架化 县长充分感受到高架的便利 也肯定铁工局团队的辛劳 我们屏东中有一个捷运 那就是台铁高架捷运化 也就是说我们从此不会屏东市到潮州 不会收到平交道 不会有车控室 不会在那浪费汽油 那班次增加我们对外交通回到屏东潮州 更加方便了 所以我相信屏东一定会非常高兴 那这一路走来 工程员员的规划设计施工 可以说非常辛苦 但是辛苦过去了 我们终于尝到田果 所以非常谢谢铁工局他们的辛苦 因为这一段的工程曾经有一些 比较艰难的地方 所以稍微慢一点 但是有这么好的服务 我们想我们县民一定会体谅跟高兴 台铁屏东扯州捷运化计划通车后 沿线二十座平交道三处公路立体交叉都将消除 同时启用新建归来 林洛西市竹田潮州等五座车站 屏东的交通将迈入新纪元 我们即将在6月25号的5点10分 就第一班车就可以从这边开出来 那迈入一个新的纪元 那就是我们的铁路 在从屏东的归来到潮州 我们把他16公里先把他高架化 铁路高架化以后 以后的乘客在高架的路线上面 他看到的屏东比以前的屏东又更漂亮了 那真正是一个新的一个视野 那在这个阶段 我们虽然是西正线通车启用 但是我们20个平交道 就在这个时间点就可以立即消除 铁改局南宫处处长彭加德 并且举临边火车站为例 101年临边火车站高架新建 完成启用之后 根据台铁统计 一年来运量提升12% 而未来台铁屏东潮州捷运化 全线完工 往返屏东的班次增加 交通更为便捷 相信搭乘台铁的旅客会越来越多 我们铁路立体化 对于整个运输系统 达成我们的全面的全岛的动力一元化 全部都把它电气化 这个目标又更跨进了一步 屏东潮州捷运化计划 6月25号将进行第一阶段西正线通车 也就是屏东广东路至潮州火车站 约16公里长 铁改局南宫处与台铁 预计6月24号的晚间11点 断电封锁展开切换作业 届时台铁24号晚间10点44分 由屏东开往方辽的3543号区间车 将是最后一班列车 10点48分 方辽往高雄的3548号区间车 11点40平东往潮州的3547号区间车停驶 将安排接驳车接送屏东至南州 6月25号清晨5点12分 由屏东发出高架铁路第一班列车 屏东新闻蔡立华旅中好 采访报导 4月15分 10分钟 野车期判定 4月13分 不明 4月6日